哈囉 各位 親愛的小老弟 老鐵們 又來了 那今天這一集我們來推薦一些 就是比較平價又高品質的手機殼 那這些殼大概就是都落在一千塊以內 但是就是 我覺得以TPU這種殼 或者是它的設計 或者它其他的型號 我覺得都是價格算蠻親民的 然後做得還不錯 那今天推薦的就是透明殼 你其實有的人他不喜歡花樣 就是有的人覺得Castify那個太貴了 或者是太多花樣 他要這種素色的 那我建議這一個 那這個你都要趕快去買 今天趕快開給你看的原因是 其實這個Jetty Legend 我會比較欣賞 它是被它12mini的一個很超伯殼 我會把連結附在下面會吸引 不過那個超伯殼 我看它官網也都賣光了 13的都賣光了 13mini真的是殼很少 所以開第二個這個型號 這個上一個型號是480塊 這個是680塊 可是這個的有均規的防護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很好 這個也要趕快買 你如果喜歡這種透明的清水套用 質感很好的 不然就要趕快買 不然它這個型號我猜又要售完了 所以今天就是跟你們開這個 它叫做Hybrid Cushion 好 那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殼呢 就是 就是它 我覺得它就是很簡約 但是卻質感蠻不錯的 所以就是 我建議你們趕快入手 那它這種透明殼 就是你們記得 就是一定會有這種髒汙 就把它擦乾淨就好了 然後就是 它的這個殼的特色就是 它的質感就是 我覺得做的就是中規中矩 很 沒有很多的一些雜七雜八 而且就是 我覺得還算蠻漂亮的 然後它的鏡頭有高於保護 然後它四個角呢 有稍微凸起來 四個角稍微凸起來 你們看到嗎 它這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在摸手感會不錯 然後你放在桌上的話 就是 也是可以放平 放桌上是沒有問題的 是可以放平的 它就是很簡潔 它就是很像原廠殼 只是說它做的是這種 很軟很軟的這種TPU 然後它的這個背板 有稍微有一點硬度 所以它 我覺得它這個也不錯 不會像你整個那種TPU 整個很軟 所以就是 這個是很不錯的 它有點像那個Castify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就是很素的 當然這個價格很便宜的話 你如果是經費沒有到那邊 我建議買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品質又好 又有1米2 然後它就是裡面都有這些網點 網點就是它可以防止你會有這個水波紋 所以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它這個本來就是透明殼 就會很多這種屑屑 你們就把它清理就好 然後它的按鍵一定是非常好按 它的按鍵這種就是 像我講的它是有這種孔 就是旁邊也是畫兩刀的 這種孔位 那這個就不用擔心了 這個就是一定會非常好按 這個 電源鍵也是 所以就是 這個殼真的很不錯 就是很素啊 很素就是 品質很好啦 我現在在摸 我就覺得這個品質 就是不是像你一般你外面買那個 清水套啊 50、100、200的 當然你如果真的沒有錢 可以買那個 可是如果你 稍微有點錢 我還是建議買這種 有防摔 然後又質感不錯的這種廠商 那我們就試裝看看 然後我還是建議就是說 要去清潔一下 那因為我現在在開箱 我就 我就不清潔了 但是就是 第一個妝要小心 第二個我建議內外都是去清潔 然後我這是白色的手機 所以其實白色手機的好處是 我不用太清潔 你也看不太出來 那所以就是 我是覺得很漂亮 就是這種清水套啊 晶透的這種 清水套這種晶透殼 透明殼 很漂亮 沒有任何的雜七雜八的 然後它就是有一個這個 JT Legend的這個標示 然後它標示就是用這種白色的啊 所以也不會影響你 就是看起來 太突兀 所以就是蠻 是覺得蠻漂亮的 孔位什麼都很大 這個都很好充電 這都沒有任何問題 然後它的 你看它的這個 整個上面都是平整的 都是平整的 所以就是也是很漂亮 然後這個手機呢 保護貼啊也不會卡中 你看都有 它的縫隙都是有 不會卡中 所以這個手機殼 我是覺得 我真的是蠻推薦的 然後我再摸的話 這個手感啊 就是很紮實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耶 我建議啦 我推薦啦 如果你的 預算大概在六七百塊 然後你想要買這個 晶透殼 就是買這種 透明的這種 TPU 像清水套這個軟殼 簡潔俐落啦 然後它的背板雖然說是 不會那麼硬 感覺不會那麼硬 可是我感覺還不錯耶 它這個背板 所以就是不會像有的那種 廉價品 就整個都軟的 很容易沾油污啊 它這個是很好清理的 這個是硬的 有點硬喔 所以這個當然看光能力跟 手感跟什麼 就會好很多 現在這個摸起來就是 我覺得都很不錯 很好啊 就是都很 很滑順 然後很安心 我覺得說如果你就是 就是錢沒有到那麼多 你買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真的很不錯 品質很好 又漂亮 又素又漂亮 那當然你如果有錢 可以再升級 可是我覺得 這個就很可以了 你就說我只是 平時的日常的生活 用一下一個保護 這個就很好了 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小資族買這個就對了 為什麼要買這種 我覺得你如果要買那種 一兩百塊兩三百塊的 那我乾脆我建議你就 多花個兩三百 就是六百塊七百塊 買一個好的 這個質感我推的 絕對是不會錯啊 然後這個也不會有水波紋 所以這個握起來 看整個就是非常紮實 所以今天這個 我真的是蠻推薦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 一些重量的MAX7清 那我一樣說這個拆裝啊 就小心 比如說你這個拆出來啊 不要用力往上頂 怕會刮傷嘛 所以就是左右左右 這樣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重量 我覺得應該是蠻輕的 感覺很輕啊 這種很輕薄 又有稍微防護 這個也有一米二 所以就買這個就好了 等我一下 好 22克左右 22.8克左右 歸零一下好了 22.8 大概22.8克左右 22.9 22.8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輕 這個 22大概還比原廠的輕 原廠好像是25 所以就是它又輕了一點 但是它也有1米2 所以我覺得這個 普通就買這個就好了 我推薦的這種手感一定都是很好的 不是那種劣質的 質感都是什麼都很好 因為它前一個系列 那個最輕薄的那個 已經全部賣光光了 那你現在就要搶第二個 可是第二個這個我覺得也是很輕薄 而且這個是有1米2的 來我們來測一下它的MagSafe 來 背耳已經大大上場了 好 MagSafe可以 看一下聲音 MagSafe是可以的 而且它還蠻穩的 它還可以吸得住 所以這個它是蠻輕薄 又可以 MagSafe是一定可以的 所以我推薦這個 這個是會比較穩 但是畢竟它還是沒有那個裝置 就是說吸力可能會不會那麼強 可是以我現在來這樣測試 是可以的 它是可以吸得住的 而且還算牢固 但是還是建議平放在桌上 那我們來測一下這個無線 無線的也可以充電 無線是一定所有的殼都可以的 所以這一個殼就是 MagSafe吸得穩以外 就是你不用刻意去買那個後面有圓圈的了 這個這樣就可以 而且它整體就是造型很漂亮 買這個就好了 如果你喜歡透明殼 你又嫌原廠太貴了啦 你又想要有MagSafe的裝置 那你又覺得說像Castify那種 或者是Castmate那種 你的錢不夠啊 因為那些比較好的 或更高階的 大概都要1200 1400 1500以上 所以就是你不喜歡 像那花那麼多錢 我花個六七百塊的 你就買這個就好了 這個質感什麼 這個就是 然後防摔有1米2 也有均規 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薦JT Legend 這一個 這一個品牌真的是還不錯 然後手感質感都不錯 所以今天就是推薦 那這個你要趕快買 Mini的 賣光了 它上一個已經賣完了 我猜第二個就是這個 第二個這個就很快要賣完 因為他們現在都預售啊 你看那個Mini已經出了快一個月了 兩個多禮拜都已經賣光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種的 我建議趕快 不然你會賣不 我推薦的絕對是不錯的 好 那今天就到這囉 希望對你們會有幫助 這個不錯 好 忘記了補充一下 它的按鈕我們忘記測試 這個按鈕超級 超級超級好按喔 剛才忘記測試 按一下才想到 拍片拍太多 有時候頭腦會有點 有一點不靈光 所以就是如果你發現 影片有一些瑕疵 就是或者字幕啊 或者講話有點怪怪的 要原諒啊 我這個是拍太多影片 然後這個按鍵真的很不錯 然後這個按起來就是整個 整個手感質感什麼都很好 所以這一個手機殼是真的非常推薦 那再講一下這個就是 JT Legend的這一個 開precussion 趕快去搶喔 不然這一個 我覺得這種素的又那麼漂亮 質感又那麼好的 可能一下又就賣光了 這個握感都很紮實 它也蠻厚的喔 這個很不錯 好 那你就是大概平價啦 平價的手機殼又質感很好的 透明清水套 推這一個 好囉 那今天就到這囉